新加坡环境理事会将加强审查所有504家获得绿色认证的公司 并规定明年1月起获得认证的新公司必须在产品上张贴绿色标签 现有公司则可以等到明年更新认证之后才贴上标签 理事会也将同各大超市合作设立绿色商品专卖区 鼓励公众支持绿色产品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这家生产电缆连接器的新加坡公司 今年7月获得环境理事会颁发绿色标签 公司认为贴上绿色标签能让客户更清楚地知道 产品的大部分是利用再循环材料制成的 既环保又能提高竞争力 好像说需要资金的时候 我们向银行贷款 银行会愿意地贷款给我们 另一方面我们推广给某某一些部门 他也支持这种立化 除了本地的市场 就是可以帮助export去别的国家 至于过去五年都获得绿色标签的 APP亚洲纸江纸品公司 因可能涉及烧巴而被暂时禁止使用标签 理事会表示 接下来将严格审查每项申请 并加强监督 目前本地有三千多个产品破的绿色标签 比2011年的多了两倍 理事会相信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公司申请绿色标签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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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